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身的最后的能够抵抗的东西 原因就是爱国主义这是他最后的杀手锏了 那这一次的使用呢使用到了极致 而活摘器官这件事情呢 在现在虽然06年被揭示出来 但是到了六年之后才真正被普通的人接受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当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在评论当中 我看过很多文章呢 相当一部分人不太承认 他不承认的原因是认为中共共产党再坏 不会干这种事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人们的脑海当中呢 并不认为呢共产党可以坏到如此的极致 这是大家普遍不接受 面对那样的事实 也不愿意去接受的一个观念 或者说心理的情感 那今年不同 今年就是随着谷开来被审的时候 大家回忆一下时间 随着谷开来被审的时候 那同时呢就把大连的两个尸体厂的事情呢 又重新在网络上被揭示出来 当时吵得非常的热闹 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国内的朋友 国内的网上本身呢 对这件事情呢 大家也在讨论 而都到了尸体的来源这儿 亚然而止 就是说没人能够弄明白 到底这人肉是哪来的 人的尸体是哪来的 而一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大家都意识到呢 直接矛头冲向了中共当局本身 而因为作为当时来讲 是集中在辽宁 而谷开来被审 所以大家自然就会把具体的事情 就是薄熙来 谷开来 王立军的事情 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就成了王立军 薄熙来 谷开来 成了一个在有关活摘器官这件事情的 具体的犯罪者 而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 我们刚才跟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在8月9号谷开来被审之后 到15号 20号 15号呢 是这个台湾 这个香港的这个保调人士呢 登上了钓鱼岛的时间 到了20号 21号的时候呢 呃 大家知道谷开来的案子呢 最后就公布出来 这个前后这段时间是讨论最激烈的 而且国内没有善 国内的朋友也在讨论 而更特别的现象是 国内大多数朋友认可这种事实 也就是说从原来人们情感上观念上 不愿意接受说共产党坏到这份上 到了今天到看着谷开来被开庭被审之后 看着这2012年真相大白的过程当中 人们意识到共产党真的那么坏 握有权力的这些把国家当成自己的 把老百姓当成使用的丫鬟的这些家这些个人 这些被称为人的中共的当权者 那他们确实坏到这份上 人们的情感呢 已经对比2006年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呢 往前大往前跨了一步 也就是说突破了情感上的不愿意接受 很理智的意识到这是事实 我愿意和不愿意承认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但是活摘包括法龙学在内的器官 这些活人的器官进行贩卖 这也是客观事实 而具体的案子恰恰就落在了谷开来 薄熙来王立军身上 在中共高层权斗的打斗的过程当中 他们成为了失败者 这是表现出来的 他们从另外一点呢 他们又是坚持非常坚定的马克思 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执行者 唱红嘛 这是薄熙来的 薄熙来的说法 可是他坚持者 他的共产党的这种代表性 又被党内的权斗过程中给打下来了 而就在他们身上恰恰又直接表现出 当他们曾经握有权力时的 完成共产党的领袖们的意志和要求的那种命令 邪恶性的时候呢 过程当中所营造的罪恶 因为在当时来讲 薄熙来是想往上上位了 那他是大连市的市委书记了 从大连到沈阳的省委 然后再到中央嘛 他是这么个步伐嘛 而他的过程呢 背后呢 却完成的谁呢 是江泽民 这就是整个这个过程 而当时我想跟大家提醒的爱国主义呢 是8月15号 香港的保钓船登上了钓鱼岛 而保钓船的出现最诡异的地方 就是香港新特首梁振英 没有把保钓船像以往的时间一样 给他拦住 而是故意放行他 还带了两个凤凰卫视的记者 诡异在这 当钓鱼岛事情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 在国内 大家讨论有关活摘器官的事情 立刻在网上就被压掉了 因为他的新闻热点就转了 大家目标就转了 所以爱国主义的 这一次爱国浪潮的出现 是不是从另外一点 真正的原来的江家帮的人 怕这件事情 就是活摘 王立军 薄熙来 他们有关在辽宁 操守活摘器官 贩卖尸体这件事情 怕直接触及到 完全把原来的江家帮打垮 所以挑起爱国主义来压下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时间上是非常吻合的 时间上非常吻合 而这个前提呢 又在于呢 胡锦涛当时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个人的看法了 胡锦涛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 不能顺天意的 真正的能够揭示出 面对这样的真实的一面 而是在古开来庭审当中 演了一出非常卑劣的戏 这个卑劣的戏 连古开来都配合的那个样 对吧 感谢法庭 感谢法官 感谢这 感谢那 都非常荒唐 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才会提到 我刚才讲说 而这一次爱国主义的出来 走到极致 挑起石砖 让其他的事情都压下来 大家都在讨论爱国主义 孰是孰非 应该这应该那 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用爱国主义去掩盖 真正活摘器官的罪恶 来求得生存 但是爱国主义 它非常麻烦的地方呢 就是当它一旦用到极致的时候 扭过脸来 就会从另外一个方向走 而这个背景呢 又是在于中共高层分裂的状态下 打斗的状态下 被使用出爱国主义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很混乱的场面 混乱的场面呢 就是曾庆红利用了爱国主义呢 挑战 而且扰乱整个局面 我们看到包括胡锦涛 温家宝和习近平都表示呢 对于领主权的问题 绝不让铺 所以这就是 中共在爱国主义系统宣传当中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的 他不能说别的词 他要敢说这个时候 在十八大的日子都没有定下来的时候 敢说任何软化的话 都会遭到中共内部其他对手的 对他的打击 所以他只能挺着干 这就是曾庆红阴险的地方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曾庆红联手 这个李长春 周永康 来借着出卖这个薄熙来的过程 大家看到哈 薄熙来是人民的薄熙来 这只能把薄熙来往死了整 所以他们是借着薄熙来的名义的说法 来求得自己咸鱼翻身 而在整个过程中呢 掩盖的最大的罪恶 就是活摘 因为活摘这个事 如果被大家佐证的话 那就 那就整个就完了 他就是 那就是比当初的纳粹 希特勒还要表现出更罪恶的那一面 所以这是他 我个人的感觉呢 这过去一个月当中呢 他表现出来的真正上面的内涵 那美国之音呢 写了一篇文章 实际他就是在介绍在同一时间 昨天在美国国会山庄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实际是个研讨会 讨论中共政权危机 以及崩溃之时呢 美国是否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或者说美国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那美国之音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中共政权面临危机 文章上来提到在国会山庄 美国国会举办了一场研讨会 讨论中国现在面临的政权危机 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对应 中共十八大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令外界对中共党内派系斗争 有了许多的揣测 有人预测 共产党的政权有倒台的可能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 星期四在大纪元所举办的 在美国国会山庄进行的研讨会上说 有许多迹象显示 中国正在面临着一场政权危机 他直接描述是这么讲的 比如中共高层的分裂 同时中国经济在衰落 从电力生产制造业来看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是零 这对共产党来说 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因为过去在人民的眼睛里 共产党是有其合法性的 因为它能够继续给普通人 带来经济繁荣 但是现在的情况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文章接着讲说 这一次研讨会的主题 叫做中共政权的危机 但是与会者却以很大的篇幅 在讨论中共政权本身 以政府的方式 在大规模的进行 人体器官的活摘的行为 和它历史的过程 这也就是说 其实讲说中共本身的合法性 这里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中共政权本身的合法性 因为他们曾经做过的 活摘器官的事情 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质疑 也就是像我刚才提到 如果这件事情完全被公开 真相大白的时候 就是共产党完全被瓦解掉的时候 因为那不能有任何人 任何政府能够接受 文章接着讲说 这个活摘器官的问题 直接反映出是中共的内斗 因为在中共内部 有人反对这种做法 也有人认为 可以利用这个问题 打倒薄熙来 这就是探讨当中的一个差距 探讨当中的做法 就提到说 有关活摘器官的事情 中共内部有人 就是有的领导人是不接受的 那意思就是说 有些中共内部的领导人 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而另外有些人认为 可以利用这件事情 打倒薄熙来 因为薄熙来在整个辽宁 直接参与 那我们的看法呢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薄熙来王立军跟古开来呢 他是直接的参与者 他直接的执行者 而不是 他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做的 而他们在操守的过程中 却完成了当时是以江泽民 作为实权派的主要的 中共中央的命令 610的命令 政法委的命令 所以薄熙来也好 王立军也好 当时作为下级官员 省级官员和下级官员来讲 他在完成国家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务 所以这就是他不仅仅讲说 利用他可以打掉薄熙来 而是当承认这件事情存在的时候 将整个中共叫瓦解掉 必须被抛弃掉 而且要以人的层面 正义的角度去审判 去把整个事实拿出来 那中国聚焦杂志的资深的 中国问题研究员丁力说呢 我们都知道 很多中共高官被打倒 被扳倒是因为腐败 其实谁都知道 谁每一个人都在腐败 他是指中共的官员了 腐败只是作为一个 打倒高官的工具 而活体摘取器官也是 只要能用这个打倒政敌的话 对王立军薄熙来 这些处于被告席上的人来说 等于说又加重了一个 他们罪恶的这个砝码 那我个人感觉呢 这个说法就太轻了 这个说法不是说打倒谁 他为什么现在不敢去 直接面对王立军和薄熙来的罪责 而又想把他们打倒呢 真正的罪行是这个 活摘 但又不敢面对呢 其实明白的人都知道 一旦面对的时候呢 直接触及到是整体的 中共的不合法性 另外一个 当直接面对的时候呢 就会把原来江家帮 整个江家的人马 所有的人马 几乎都要挖出来 这也就是我一再跟大家强调的 为什么这一次爱国的手法 爱国背后的黑手 爱国行动的 反正爱国的背后的黑手 是曾庆红 而他的时间发生在8月15号 这是登钓鱼岛的时间 那个时候正是在讨论活摘的问题 活摘的时候 而那个活摘的时候 在中国的网络上 在百度上 在这个 我们能够看到的国内网谈上 大家都在讨论 我们在十朝评述当中 和今日点击当中 也说了很多集 详细的介绍 那从朋友的留言来讲 我跟大家分享了 这跟当年07年08年 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迥然不同 这就是民意已经接受真相 老百姓在面对现实的时候 突破了对共产党仅存的希望 认为共产党还没有那么坏 现在他认为共产党坏得超过他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丁立这个说法就太软了 不仅仅局限在这 因为如果局限在这的话 那他就会把罪行拿出来 他不敢拿是因为投鼠机器 他怕共产党瓦解了 因为现在的无论哪一方 似乎想依然拿着党的旗子 而曾庆红这一派 原来的江家邦这一派 真正犯有罪恶的这一派 也正是抓住了这一派别的短 也就是胡锦涛也好 温家宝也好 抓住他们这个短 要维护共产党本身 所以才挑起了反日爱国的做法 来掩盖大家在讨论活摘的罪行 现在我们应该说看起来非常清晰 整个这场戏走得非常的清晰 文章也接着讲说 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着活体摘取 包括法轮功学院在内的诸多中国人的器官的事情 外界存有很多的疑问 那丁丽也说 不管是活体摘取还是不活体摘取 摘取一个人的器官为了毛利 而且是没有任何征得他的同意 这绝对是非法的 而且是非常害人听闻的 不道德的罪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提出来 本身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 那面对这一切到底针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很大 所以朋友应该注意 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同时间发生的 星期四 那同时间发生在美国国会 而同时间就在这个时候呢 在中国呢 在大规模进行反日爱国的浪潮 而在日内瓦呢 在联合国呢 在人权委员会呢 同样另外一个话题呢 依然在讨论活摘 大家应该 我觉得什么叫天象 什么叫一个大的背景 所以你具体盯着说 他烧日本旗子了 他没烧日本旗子了 那边投降 不挂白旗改称 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算投降了 这些呢都是具体之间的一种表现 而大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的这个场面 是非常清晰的 试图中共真正的 今天的罪恶的人 在试图掩盖活摘 而在国际社会当中呢 意识到呢 今天是揭开活摘的时候 这应该是真正大的背景 那张家敦呢 在发言当中说 中国人民和我们希望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说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要和共产党站在一起 来反对普通的中国人民 那丁立呢 自己最后发言当中也提到说 美国政府要站在普通的中国民众一边 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当权者一边 美国政府要做好一个准备 要跟普通的中国人交朋友 就是说 当中国民众的权益受到损害时 美国政府要为他们去说话 民众需要自由的网络 你要帮助他们 这样说 万一中国发生了变化 美国政府和中国的民众 能够在一起的 那换个角度说呢 按照丁立这个角度说呢 和这位作者在这个 美国之音上这篇文章里提到 这一切 活摘的这一切被揭示出来 对美国政府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里面是有含义的 因为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的 在美国政府的所控制下的这个网站当中 写出一篇文章说 活摘对美国政府意味着什么 那王立军在跑到美领馆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很清楚 现在都集中在所谓的杀人 杀人案上 我说所谓的杀人案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用谷开来的杀人 掩盖其他的罪行 掩盖了其他的王立军 向美国政府提供的资料 我们回溯到当年 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当时记得很清楚 那么王立军 交给美国政府的资料当中非常多 其中包括对人权的迫害 这是明确提出来 那那是在当时我们看到的资料当中有的 我们当时分析也跟大家想说 王立军如果想求得自己生存的话 决定跑到美国领馆的话 那他知道美国人要什么 因为王立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党国的第一卫士 他的第一卫士的责任 就是来抗争美帝国主义 从精神层面 从人权方面 对伟大的党国的侵害 那反过来 当他投靠美国人求得生存的时候 他也深深的懂得人权 人性 道义 以及中共本身对民众人权的侵害的 这种具体的罪责 就是他的护身符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在当时是有这样资料 只不过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中共想 有人想求得中共继续生存的 这种前提之下 故意用一个杀人罪 掩盖其他的罪行 演化到今天 但是呢 那有佛 并有魔嘛 魔鬼本身 他显示出来的力量 有他的 我们看到他的力量 但是 最终的结果 就像这个 周星驰演的这个 如来佛掌一样 那最终的魔鬼 其实根本 如来佛掌 不用沾到魔鬼的身上 这个鬼就完了 所以整个过程 是考验人们的心性的过程 你对神佛的敬仰 你真正对老天爷的敬仰 你真正在面对邪恶时 你能否拒绝他 这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真实的意义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